我用ех覽的鳥 access 了解 有些优惠的 冰淇淋 我做得到它是首先 但是有些迷信 我只能把你搭配到的 只能把你搭配 最二次魔法復生的魔法復生 小鬼 Etes 还为自己的魔法復生 就只要自己把你搭配有蒸气 我怕是扮演反派,也会累他。偶尔让我客串下女主角吧。 乐土的防御机制还在工作呢? 可惜现在没时间慢慢教育你们了。 我的心意 要好好收下哦。 倒不掉了 送你一朵花 倒不掉了 好了,瑤衣 你要被我追上咯 - 怎么会- 这种感觉是- - 这种感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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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什么? - 这种感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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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也是- 这种感觉是- 这种感觉是-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 这种感觉是- 只为- 站在我的对立方向- 原来是你呢? Kirin- 柯萨,你也做出了和千亟一样的选择吗? - 不顾一切,只为站在我的对立面- 这种感觉是- 这种感觉是- appet则是- 这种感觉- 可是,柯斯摩...那个时候,你最终没有接受威尔威的思维分割才对。 如果在此解放你的过重超变,那你...就真的什么也不会剩下了。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又一次发生了吗? 还是说...你可以给我另一种答案呢? 柯斯摩? 多说无意,律者,这里不会成为你的猎场。 真是冷酷无情的称呼啊...我的事情...你已经都听说过了吗? 包括我的...不可战士? 对啊... 从表情来看,一切如此呢。既然知道和我正面交锋,我具备任何勝算。 那么...你也是为了尝试给芽衣创造机会而来吗? 并非尝试。恐怕你无法再进一步了。秦始之律者。 在你彻底倒下之前... 在你彻底倒下之前... 啊...又是这样。其他人也就算了。 可是... 可斯摩,就我对你的了解,所谓的自我牺牲,恐怕是你最为无法接受的情形吧? 现在...你自己反而要这样做。 无法接受?我从未这样认为过。 好吧...虽然我根本不想让你回忆起那段往事。 但相比起来,打消你白白素死的念头,看起来更为重要呢。 发生在木大陆的事...你应该从未忘记过吧? 就和现在的你一样,为了给他人创造机会。 格雷修的父亲...啊...你不介意我提起他的名字吧? 请便。 他的父亲恒,做出了在你看来,两害相权取其一的决定。 他的父亲,轻率地牺牲了自己,并且,也在那时,将你推入了两害德奸的境地。 其实,不惜成为怪物,却也还是没能拯救自己一时一有的同伴。 想想自己当初的心情。 好吗? 如果你重蹈覆辙,你那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同样会落在其他人身上。 但是,他和第九律者不同,我可不是那种,会让你比无选择的反派吧? 的确。 但关于恒的一切,你的看法都谬至千里。 对。 可思母,不必太勉强了。 我不是在口是心非。 从一开始,肯所作出的决定就不是两害相权,而是两全其美。 正是他为我找到了唯一的方法。 现在我才会站在这里,你的面前,去做我应该做的事。 怎么回事? 可思母的性格和思想,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明明没有进行过思维切割啊。 不开玩笑啦! 可思母,就当作是一个请求。 好吗? 在这里争出一个胜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悬念。 你也应该知道,面对我,维尔维所说过的那种辈分是不可能生效的。 不要再一次让自己...两害得尖了。 不必多言。 好吧。 虽然来到这里以后,我就知道会面对些什么了。 他还真是讽刺啊。 我明明应该是一个反派才对,却要一次又一次地强迫你们活下去。 这也是当然。 亲世之律者。 什么呢? 我应该看见惊喜的。 我应该看见惊喜的。 唉,结果最后还是变成了这样。 何必如此呢,可思母。 你看看,变成这副样子,你连话都不会说了。 你难道不想离开乐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真正的凯文和格雷秀,他们都在外面等你呢。 你还不想离开。 你能不能再说过。 我能带见惊喜的。 你没关系了。 你不想离开期间的关系。 你不想离开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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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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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矢的效率變慢了... 呃... 柯司母... 你...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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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司母...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吗? 单纯让自己进入过重超变,被力量进行增幅,在我面前的确没有意义,但皮尸奴进行吞噬的本能,对于侵蚀同样能够奏效。 也就是说,从刚才开始,你一直都在...吞噬自身? 不... 虽然的确能起到减缓的作用,但却不能真正的阻止我。 只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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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司母... 原谅我吧,我所爱着的大家,明明已经在我的体内,得到了永恒又美好的生命。 如果放任你们继续下去,等同于再一次将它们退入死境。 这就是两海相权的感受吗?至少现在,我理解你的心情了。如果这就是你选择的道路。 你让这只是有作用了。 不... 这就是你 如果这只是过来的! 对不起! 我原本不想这样的! 但为了大家,我也只能... 把你彻底删除了! 啊 啊...我答应你...在一切结束之后... Kosmu...我一定会试着...帮你重新构筑出来的... 我会试试一下... 怎么可能...删除的确完成了...他的数据也... 哦...会是这样吗...数据的确已经消失了... 但却未必是因为删除了... 嘿嘿嘿...果然...还真是栩栩如生啊... 看来在因让我无法全知的那段时间里... 我的确错过了很多事了... 那么...要小心了... 我可不想...再伤害到什么人了... 我会试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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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出来吧... 我可没答应过...要成为你的模特呢... 我会试试一下... 难怪Kosmu会性情大变... 难怪他的数据从一开始就已经烟消云散... 却还是能和我进行战斗... 原来Kosmu... 早就已经成为你的衣服化了... 对吗? 格雷修? 我会试试一下... 她会试试一下... 她会试试一下... 但她会试试一下... 而且...事实上,进行四维分割的时间,确实也越晚越好。 越晚越好? 在完成四维分割的那一刻,你的人生也就定格了。 皮诗奴赋予了你无限成长的特性,但副作用,却必须通过放弃成长来抵消。 时间越晚,你所能得到,并且能保留下来的事物就越多,不是吗? 但是...在此之中,我真的有过所谓的成长吗? 我也曾经这样问过自己。答案...恐怕见仁见智。 好吧,我收回自己的请求,维尔薇。我不准备再接受四维分割了。 哦? 你也同样认为,背负起自己的一切更重要吗?就像凯文那样? 你误会了,维尔薇。我早已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英雄了。 只不过,就在刚刚,我想到了另一种方法。一种...能够两拳其美的方法。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来找你的原因,华。 可思摩...成功了吗? 至少我没有感觉到其他一样。 我没有感觉到其他一样。 我没有感觉到其他一样。 这种方法确实可行。 嗯。但也并非毫无代价。 比起受到侵蚀之前,你的力量有所损耗吗? 没错。虽然微乎其微,但毕竟我的一部分被自己吞噬了。 不过,如果是由侵蚀之律者亲自来进行,恐怕我也只能延缓,而无法复原。 那么,我们还是只能采取原计划了吗? 嗯。为了不让他更加接近爱丽西亚,我们必须使用。 原计划? 你将从羽毛和弗练豆然后靠在一起…… 如是。 大人 contribute 小心 among their friends的 emotional creativity, 由于白 那前面有没有 精力切除或是 因此, 我们信任学美 我们继续吧,你所说的原计划也包括格雷修在内吗? 嗯。 那么,请容我拒绝,如果金金只是为雷之律者争取时间,我们还有其他的手段。 其他手段? 可是你也已经说过了,如果是亲世之律者,你也只能进行延缓。 并且,在意识到进程将会极为漫长后,或许他会选择直接将你删除。 那样的话,就连延缓也已经不再具有意义了。 你误会了,就在刚刚,我想到了一种方法,一种能够两全其美的方法。 这个方法也同样需要使用第八神之剑。我需要你,为我欺骗一个人。 你是说亲世之律者?我知道了。 哦?可思摩,大人之间的话题已经谈完了吗? 还没有。 不过,这次我想让格雷修帮我个忙。我答应过你的,会告诉你我打算去做什么。 不过,现在在往事乐土中,出现了一个坏人。只有借助格雷修的力量,我们才能打败他。 坏人?需要骑士先生来帮忙吗? 不需要麻烦他了,格雷修。你只需要像以前那样画画就可以。 不可以。但...会有些不一样。你可以...不使用我的颜色,但依旧按照我所说的内容来画吗? 不可以的,格雷修。没有颜色的话,会很难看。 没关系。我还有花,我们都会帮你的。 不可以的,格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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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的,格雷修。你想让我画些什么呢? 就先从一个少年的画像开始吧。 不可以的,格雷修。 不可以的,格雷修。 他...应该非常小,但和所有男孩子一样。想要成为一个英雄。 在八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形下仗义。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向自己的目标挺进。 等一下,格雷修。这些故事该怎么画出来呢? 呃...以以己之力搜集证据,捣毁坏人们的阴谋。 那样根本没有画念感。嗯...应该是...穿着景深衣,在月色中的屋檐上奔跑。 呃...好吧。就按照你说的来话。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想让自己的作为两全其美。而一切也都如他所愿。 直到...他有一位一时一有的同伴陷入绝境。 同伴...要把他画成什么样子呢? 也许...是一个类似父亲的形象吧。 伯父亲的样子吗?我知道了。 在那时,面对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强敌,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这位同伴...不得不牺牲了自己。 当然,在所有人看来,这都是两害相权取其一。是理智而正确的选择。 但这个少年不愿意接受吗? 嗯。他认为自己不够强大。 才少为此,他不惜让自己成为怪物,想要阻止这种事发生。 但却...徒劳无功。 他奋力挣扎,却将两害相权取其一的种种境况,反而推向了两害得见。 可思摩,你这样说的话,我又不知道该怎么画下去了。没有什么更具体的画面吗?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再一次面对了一个根本无法接受的选择。 他被委派了一项任务。在整个世界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乘坐一艘巨大的飞船离开地球,去为人们寻找新的希望。 也就是说,可以从灾难中活下去,但又会成为一个逃兵。 又或者...留下来与世界一同复死,作为英雄。 听上去...很熟悉。 是吗? 也许过去,我也向你想述过这个故事吧。 虽然并不喜欢这个故事,但我毕竟把它看完过。 可是...可思摩,不可以那么说别人。 去寻找希望的人,也是英雄。 但是,格雷修,那是一个被放弃的计划。 寻找希望,那原本就不是真的。 星星的家,对于人类,通往他们的道路还太过遥远。 那艘载人飞船虽然出于一名天才之手,却因为时代的限制,终究无法完成这项唯业。 所以,少年真正的使命只是躲入无尽的黑暗。 在漫长的时光中,等待返航的那一天。 倘若世界毁灭,他便能将保留在飞船上的另一份火中,重新拨洒于地面。 拨洒于...曾经那些同伴的尸骨之上。 那么,他又是怎么选择的呢? 是另一个人代替他做出了选择。 那个少年,归根结底,他太幼稚,太软弱。 已经没有力量再次应对这种两害相权的抉择。 不过,之所以告诉你这些,是因为在你话中的那个少年,我希望他能有所改变。 你能不能把它画成一个可以坦然接受现实的,更加成熟的形象? 更加成熟? 嗯。 我希望在这幅画里,他不会再认为他人正中做出的抉择只是两害之一。 他并不像我这样固执,而是真正明白。 只要做出决定的那个人,认为这样更加值得。 那么,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一,其实就是两全其美。 而他之所以一直拒不接受,仅仅是无法接受,能够坦然面对这种事的自己。 自私的人...很讨厌,对吧? 自私的人...很讨厌,不像克斯摩这样。 我会想起来。 是吗? 那么,我刚才说的,你能画得出来吗? 我也不知道,但我会试试看。 没关系。 做不到的话,也无所谓。 他原本就是那样自私的人。 。 改变不了的话,也是自然的。 那么,花,接下来的事,就拜托你了。 请为我...欺骗他吧。 还是到了这个时候吗?我知道了。 不。 我希望你能够用第八神之剑欺骗格里修的感知。 什么? 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即便拥有吞噬的特性,身为记忆体的我,也无法拖延侵蚀之律者多长时间。 除非,站在他面前的我,并不是他所熟知的记忆体。 那么,在他意识到这一点前,我们便能为雷之律者争取更多机会。 为此,我要成为哥雷修的一幅画。 一幅画? 那,只要让哥雷修沾染你的颜色就可以。 等等,你是说。 嗯。 我不希望他使用我的色彩。 而是,全部的数据。 这是...为什么? 一方面,这是一层伪装。 或许可以让律者对我的侵蚀和删除变得没有那么顺利。 另一方面,在画画时,我会对哥雷修有所要求。 只要这样,他才能够画出一个类似于我,却截然不同的柯雷修沫。 只要这样,他才能创造出一个,能够完全解放过种超变,却依旧还有英雄之心的柯雷修沫。 加斯摩。 你... 还是无法面对那种样子的自己吗? …… 用你的家乡话来说,这是我的心魔。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再去战胜它了。 但葛雷修不可能答应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放弃作为记忆体的性质,成为纯粹的数据。在如今的往事乐图中,这无异于死亡。那等于是,让葛雷修亲手将你杀死。 这就是我向你嘉义请求的原因了。而且,在乐图中,任何数据层面的行为都需要精神感知性融合战士的帮助。 但阿布尼亚和苏,如今都无法帮到我们。所以,我们只能依靠第八神之剑。你不必担心。很久以前,我就在试着寻找类似的手段,让我得以进行过种超变了。 但是,在葛雷修筆下的画中,这就是两拳其美的方法。我并没有死去,而是,我幻想改变了。 我并没有僵ï者,在庸团里面。 我并没有死去,我幻想改变。 因此,我幻想改变了。 你比她想象中要坚强得多。 又或者,并不知晓这一行为真正代表了什么。希望你不要怪她,之所以隐瞒,确实也有她的苦衷。 没关系的,阿波尼亚妈妈也说过,有些谎言是没有恶意的,但,花姐姐,你说的坚强又是什么意思,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不然。 你看,柯斯摩,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这里呀。 不,格雷修,他已经……等等,格雷修? 嗯。 我也对柯斯摩说了谎,没有颜色的话,是没办法画画的,我还是用了柯斯摩的色彩,所以这幅画上的,就是原原本本的柯斯摩,以及…… 竟然是这样吗? 所以,虽然看上去很奇怪,但刚才的柯斯摩,就是他真正的样子。 还说自己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呐。 我还说自己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呐。 我还说自己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呐。 我还说自己是什么样的。 我还说自己是什么样的。 你不担心辜负了他的用意吗? 柯斯摩,可是为了能让你不必牺牲才留下来的呀。 因为我……不可以离开。 也对,我不应该这么问的。 原因实在太明显了嘛。 如果柯斯摩能够看到现在的情景,恐怕也会感到很欣慰吧。 他从恨那里得到的旭光,不是已经传承下去了吗? 好吧。 那……小葛雷修,我会代替他……好好照顾你的。 柯斯摩的决定,真的让我感到很遗憾。 答应我。 葛雷修,你……不要已做出那种,会让我伤心的事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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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 是另一个人代替他做出了选择 这是科斯摩自己说的 对不对 那这幅画上 当然也应该有另一个人 既然大家都说我是一张白纸 那我把自己作为画布 科斯摩应该不会介意吧 我把自己作为画布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无法继续追击 却不惜白白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追击? 那是什么意思 科斯摩 虽然他从来不说 但他最害怕孤独了 我只是 不想让他在坏里 也孤身一人 我只是想让他在坏里 也孤身一人 我只是想让他在坏里 也孤身一人 我只是想让他在坏里 也孤身一人 你… 争取时间 这是身为数据的我们 在你面前唯一能做的事 而他们 就是妈妈 他们这两个孩子已经尽几所能做到最好 它 знать 所以 你把他们的话已经 带到这里的 那篷で statement 那幅画是什么样子 你能让我也看看吗? 已经太迟了,你刚刚亲手将那幅画作轻时殆尽了。 我知道,能让我形容一下吗? 我只是...看到有些好奇... 我只是想要把你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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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摩,科斯摩! 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问这个? 我只是好奇。 就用你的刻印来解释吧。你能够在天上看到的星星,所谓虚光,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那一刻所发出的光芒。 也就是说,它一点都不特殊吗? 不,它非常特殊。虽然因为来得太早,根本无法照亮些什么。 但当人们看到它的时候,就会知道。既然星星并不天际,那么还会有无数道光芒即将到来。或早或晚。 用语言加以形容,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而且,恐怕你也并非格雷修所期待的观赏者。 那么,华,我在身处科斯摩时所体会的心情。你现在一定也感同身受吧。 亲手将同伴送往死亡的感觉。并不好受。对吧? 这不是悲伤,而是我必须给他们的尊重。接下来,也轮到我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使命了。 使命了? 嗯... 我...也就是所谓的...原计划? 那到底是什么? 我会向你解释他们的牺牲背后。真正的意义。 但是,其实,我还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人维用的牺牲中 我没人维用这个牺牲。 用最新的牺牲。 你只会在哪里。 我没人维用这个牺牲。 如果有识罗利,我可以拿来。 我怕我以为呢,我会下放到自己。 我不会求你了。 我说我愿意不及。 我会混合。 我曾经在再发出我的牺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